最大的作曲叫FIRE的時候 我才看到西班牙真正的驚人 然後這個音樂在20世紀的現代音樂裡面 可說獨領風騷 很多的歐洲的大音樂家都是寫西班牙的音樂 比如說像Cartemen 給他們做得很好 但是就是好像沒有燒到養豬的感覺 才有一所謂說 我們可不可以用我們自己真正的靈魂 我們自己來創作 所以他寫出來的西班牙音樂 讓法國像德布希、拉威爾 他們都很辛苦 哇原來西班牙真正的音樂是這樣 這就是所謂我們的民主業派 可是那時候我就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這聽起來很像不像是純粹聲樂作品 不只是舞劇 它也不只是音樂 它也不只是戲劇 不只是舞蹈 不只是歌唱 不只是聲樂 它什麼都有 對 像德奧派的系統學過來的這個音樂 通常我們在那個節奏的劃分上 是相對比較工整的 1234 或123223 相對工整 可是他們西班牙這個音樂很特別 就是它也沒有很複雜 它其實也是用很簡單的原理 比方他就用6 可是6的話可以用123223 121212 123223 121212 它的大結構都沒變 可是它裡面的那個組成 就可以做千變萬化的搭配 大家喜歡看網路或YouTube都很好 但是那個東西是罐頭 就是要做出來 但你要看現場才是新鮮的 滿漢前夕 你要在舞台 在桌上吃 而不是只有 只有吃那罐頭 你看十一件演出 這些歌手 在舞者在裡面 都是真正有生命的交流 在舞台上 會是但是 會不一樣的 會不會有 帶不動 然後會不會有 會不會有 在一陣子 在舞台上 會不會有 那個人 那些人 感谢观看